海洋正在吞并陆地 这个国家十年内将从陆地消失 这不是故事 而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大事件 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消失 不得不移民到其他国家去生活 而现在即将消失的这个国家就是图瓦卢 由于全球升温导致海平面上升 这个国家海拔太低 因此从2001年开始 图瓦卢政府就与新西兰达成协议 每年移居部分人到新西兰 直到全部移民结束 截至2023年 已经有42%的图瓦卢人 已经移民到新西兰 接下来 这些国家也即将被海水吞没 马尔代夫平均海拔约1.3米 约40万人面临迁移 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 预计到2050年 三角洲地区可能被淹没 导致约880万人将转移 日本 全球气温上升2摄氏度 将使1800万人转移 上升4摄氏度 将使3400万人转移 印度城市孟买 预计到2050年 约2000万将转移 每天带你了解一条 不为人知的冷知识 请订阅本频道